第四日八屆东西周年视角颁奖典礼日词在洛杉矶举行 当晚的获奖者包括美国著名的电视演员雷吉里 编剧谷地保罗 以及女编剧兼演员莫丽莎·坦查罗恩 来自神盾谷特工的著名女演员温明娜 奥斯卡获奖者田道·克里斯 曾经出演铁钩船长的演员丹提·巴斯科等 纷纷来到典礼现场共同庆祝 我认为智能非常昰 purpose 里面应该是有 reel到的没法 里面的活动 里面的演员 有说《《沙发5》》 有说《浮宫》 当中在电视剧中 有点非诚感到更多 我们應該是让我们的发生 给予剧的角色 要给我们好的良秘密 并且能更加速度 以每年都会合体验 东西玩家组织是全美第一个 也是最大的鸭裔 和其他有色人种的剧院演出机构 每一年的视角掌都会颁发给 在娱乐界内做出显著成就的个人 团体或者组织 只是这些人的作品 令到亚太文化在美国的影响力逐渐提升 每年的东西玩家晚会 也成为了该组织筹款的主与慈善活动 所筹集的资金都将会用于 支持新一代的潜力项目和文学活动 演员培养、戏剧制作等等 今年的晚会主题是製造灯光 而灯光也被聚焦到那些结出的亚洋艺术家身上 今届的视角掌由格林的主演雷吉利 美国制造的编剧谷地保罗 神盾局特工的编剧 《莫丽莎坦查·莱恩·奪德》 天下卫视编辑 明镜与点点栏目